美国商务部6月15日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5月零售销售环比上升0.3%,预期为下降0.1%。 5月核心零售销售除汽车与汽油环比上升0.4%,预期为上升0.2%。 5月零售销售的增长主要受汽车和零部件竞销商销售强劲的推动。 数据显示,13个零售品类中有10个品类销售增长,建筑材料和汽车消费支出增加。 尽管零售销售在1月份飙升近3%后,今年一直不太稳定,随后零售销售在2月和3月大幅下滑,4月才有所回升。 5月零售销售的增长表明,美国经济仍具有弹性。 而刚刚公布的CPI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通胀有所缓解,同比上涨4%,这是两年多来的最低水平。 不过,尽管其中一些价格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放缓甚至下降,但美国人仍然面临着许多商品的价格飙升,包括租金和二手车。 6月14日下午,德克萨斯州送出的一车移民抵达洛杉矶。 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发布声明表示,人们从墨西哥非法越境进入令边境小镇不堪重负。 洛杉矶是移民最想前往的主要城市,尤其是现在市领导人批准了它自称为庇护城市的地位。 他称,将移民运送到洛杉矶是边境急需的解困手段。 官员们说,洛杉矶市的紧急行动中心于周三下午启动,以协助、协调市、县和州的合作伙伴以及当地社区组织。 在离联合车站不远的唐人街建立了一个迎宾中心,需要短期住所的人将由城市娱乐和公园部门提供住宿。 巴拿马运河正遭遇70多年来最严重干旱,管理方加大了船舶吃水深度限制并减少船只通行数量。 业内人士担忧,国际物流成本会因此上升。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警告说,今年厄尔尼诺现象比往年更早出现,预计今后数月仍将缺少降水,干旱情形会更加严峻。 而气象部门预测,到7月,湖泊水位将刷新最低纪录。 运河管理局强调,降水不足会对多个方面产生影响,首先是水资源储备减少,这会影响运河业务,因为大型船舶无法通行。 目前,已有多家依赖巴拿马运河航线的航运企业将单个集装箱的运输价格上涨300到500美元。 熟悉运河管理局情况的内部人士说,缺水已成为运河航运的主要威胁,如果没有新水库带来新的水量,这种情况将限制运河发展,导致一些航运企业另选航线。 巴拿马运河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承载了全球约6%的海运,主要来自美国、中国和日本,是全球贸易的重要水道。 一艘非法移民船6月14日在希腊西南部附近公海海域沉没,已造成79人死亡。 希腊媒体援引希腊海运于岛屿政策部发言人亚历克西乌的话说,已有104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持续。 人们越来越担心包括儿童在内的数百人可能已经淹死在拥挤的船舱内。 亚历克西乌说,希腊从意大利方面获悉这艘船的相关信息,沉船事故发生在地中海最深的海域,船上人员没有船救生意。 希腊媒体说,船上载有至少400人,幸存者称,船上有多达500至700人。 这艘船从利比亚出发,目的地是意大利。 当局指,这是希腊最严重的移民悲剧之一,宣布全国哀悼三天。 一位航运部官员说,有9人因沉船事故被捕。 长期以来,大量移民和难民搭乘船只跨越地中海,试图经意大利登陆欧洲。 大多数渡海者都是乘坐拥挤不堪,不适航的船只,急易发生翻覆事故,导致失去生命。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公布的数据,自2014年以来,已有超过2.5万名移民和非法移民在地中海溺水身亡。 responsible,非法移民的生活。 这个比較有器官员的聄会权盘。 元宜先生! 不 Har用青铲犹的耳 ínt试,节眶式穿杂外地团面。